树林万平景观公园内种植的数十株樱花 目前已经开了两成左右 预计在三月上旬就会全面盛开 到时候可以看见公园内布满粉嫩的花海 除了樱花以外 学成路一带的燕子金也正值花旗 一旁的人行步道更是布满了鲜红的花瓣 让万平公园成为一片缤纷的花花世界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树林区南园里的景观万平公园 我们目前樱花在我们万平公园里面 有百株以上的各式各样的樱花品种 现在已经慢慢的在绽放当中 其实在万平公园内还有一个所谓的木棉花 还有黄色的枫林木 也都一直在三月份的时候会陆陆续续 包括我们在学府路墓前的阳体角 也是在盛开当中 在万平公园的周边 除了我们二月份的一个樱花 还有三月份的所谓的木棉花的盛开 再来就是一个就是非常惊艳的 这个四月底五月的时候 会有所谓的绣球花在我们南园里在盛开 里长里培育表示 欢迎民众趁着春暖花开的季节 来到万平公园赏花 除了花会以外 万平公园同时也是一座共同式游乐场 占地非常广大 有森林主题的各式邮据 民众带着家中的小朋友一起前往 一起欢度愉快的假日时光 其实我们万平公园是属于共同式的一个体建设施 还有一个多方面的一个功能 那在于我们在赏花的时候除了可以做体建设施 还有小朋友有非常多的邮据 也欢迎他们来一起来 就是一起来除了晚 还有就是让亲子的活动在万平公园可以呈现 再来就是说除了说在欣赏花的一个过程当中 其实在于亲子的一个野餐的活动 也算在我们万平公园常常被看见的 春季即将到来 万平公园内种植的大量花卉 届时将会进入盛开高峰期 民众来到公园感受绿意昂然的绿梅化造景时 小朋友们也可以在被自然花草促勇之下 敬请游乐 记者已根基新闻才能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